他身上一天会吃素的也不一定 但是你不可能去谴责对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爱华的菩萨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宋朝的宋朝诗人卢梅坡 他在诗中说到 梅雪真春未肯祥 诗人戈壁费平凉 梅虽迅雪三分百 雪却酥梅一段香 我们在诗中就可以感受到 即使在冷冷的冬天 在春寒料翘的冬末初春的时候 大自然中梅花盛开了 但是这个时候也正在下雪的时候 所以梅跟雪同时都是白色的 在整个大自然中形成一种非常独特的一种景致 所以诗人会有这样的一个 在这个中间做一些很乐趣的一种 很幽默的 对于梅花跟雪之间的 到底谁比较洁白 谁比较干净 但是我们诗人也会感受到 梅花似乎没有像雪这么的干净 但是雪却没有像梅花那么的有香味 那我们今天呢 藉由在欣赏这首诗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来擦一擦梅花 那我想呢 每年呢 在元旦到小寒的这段时间 一直到大寒的这段时间呢 都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做踏雪寻梅的时候 那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所要使用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今天用的一支比较细瘦的一个瓶 来擦这个梅花 那这支瓶呢 它也是属于感觉上是 还蛮有古典的意象 但是它也有一种现代的一种造型 然后呢 现在这个时代的花艺家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要怎么样在传统中创新 然后擦出能够跟现代的陶艺家的作品 相结合的作品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有趣味的一个创作 然后今天呢 借由这个 这支花瓶呢 那我们来擦梅 因为每年呢 在我们刚刚讲到的春寒料鞘 在元旦到小寒的时候呢 是我们最好的赏梅季节 那我们知道呢梅呢 有事贵 我们说梅花呢 贵稀不贵凡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赏梅的时候 梅花不要太多 就是少少的不要太多 那第二个呢 就是贵老不贵嫩 就是它的树枝必须是古老昌净的 不要是太嫩枝的 然后贵寒不贵开 就是花苞要比较多 是含苞待放的 不要太多开的 然后贵瘦不贵肥 就是花朵不要太大朵 所以我这两天呢 从花园捡了一枝梅花 虽然它不是很粗的枝干 但是它几乎符合没有饰柜 在这四櫃里面 所以擦起这个梅花来 就觉得特别的赏心悦目 然后呢 我们知道梅花呢 很代表的一个精神人物 就是林河靖 那林河靖在对梅花的赏息的时候 它留下了一个非常著名的 输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然后所以呢 我们在擦梅子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让它有一点点在倾斜 跟平出的角度 这样子来擦坐 所以各位 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当我把这个梅姿呢 放在这个瓶上 它是以平出或者倾斜角度 来欣赏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的美了 好 然后呢 我把这一枝梅花稍微折一下下 稍微折一下 好 然后梅花的质干呢 非常的具有囚禁 好 我让它有一点点弧度的一个曲折的一种感觉 好 好 然后这个梅姿呢 我希望它有一点点这样平出的角度出去 平出的角度出去 好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了 好 我这一枝这个梅花的质干 我用这样平出的角度让它是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灵合镜的 书影横斜水清淺 暗香浮动月黄昏 就是它的那种枝干的 那种飘逸那自然的感觉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花器本身呢 它的瓶口不大 所以我们也不能插太多的花 所以我们先把这枝梅让它定制之后 那我们也一边细细的在插花过程中 也细细的去赏梅的这种优美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搭配这个梅花呢 我想用一点点的这个松 用这个松针 来帮它做它的收口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把这个松针呢 稍微的修剪一下 好 那我们知道呢 松也是呢 我们讲说 松不雕鱼睡寒 所以在冷冷的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也讲松伯长青 所以自古以来呢 我们对于松也是情有独钟的 好 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 现在我用一支20号的铁丝 压在松的这个上段 然后我把它这样子绕下来 就是非常规矩的 然后比例匀秤的把它往下绕 因为我们的这个枝呢 每一枝都几乎要做到 大概60到90度的一个弯曲 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当我把这个铁石加得很好的时候 它就可以做很漂亮很棒的一个弯曲 然后我们如果希望作品更加精致一点 我们就可以包一下这个tape 那这个tape呢 它除了可以增加作品的韧度之外 还有增加它的美观 另外还有它也有一些些的帮忙 保水的作用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的这样 好 那我们以松跟梅 来把这个枝把它钉下去 我们看看它往前飘比较好呢 还是往后飘比较好 比如各位要不是要可以看到呢 我还是让它走很低的这个姿势 然后向有一点点深度的地方 向后做深度的一个表现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松有梅 好 所以古人呢 常说呢 心无 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很多的这个挂碍的话 那浅困静 那作用情书便是仙 然后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花材的中间 我们也会发觉我们生命中真的需要的不多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选一朵的山茶花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煮花 因为我们刚刚有介绍 这个冷冷的小寒的这个时候呢 好 我们把这个山茶 好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我剪了一次这样的一个山茶 好 然后我们来做它的这个煮花 好 然后我们要很细很细心的去把它插进去 因为这个瓶口呢 它本身是小小的一个 好 我们在选一朵的山茶花 那山茶的这个汁呢 它有一点点的 就是它的汁也有一点点 就是有时候它的细 今年的新汁呢 它会有一点点很有弹性 所以我们要插入一个这样的一个花器里面呢 我们也把它弯曲一下下 因为这样的一个细致的瓶口呢 好 我们把它慢慢的插进去这个里面 好 那我们准备用大概三朵的山茶花 好 然后苏东坡有一首诗呢 对于山茶 他说山茶相对阿尔哉 那细语无人我独来 那说事与君均不会 颤红如火雪中开 现在山茶正在盛开的时候 也正是像书士说的这个情景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时候呢 山茶正在盛开 但是呢这个时候绵绵细雨的 然后呢 这个下着雨的这个时候呢 这个山茶花呢 落花满地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些花呢 都是在雨中采摘出来的 好 然后我把它稍微的固定一下下 好 那我们在加了这样子的几朵山茶之后呢 我们再找一朵 稍微把它挑高一下下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呢 虽然鲤鱼说呢 山茶呢 具有桃里的这种颜色的漂亮 但是它有 虽有桃里芝芝 但是它夹松柏之骨 就是它的骨干呢 有松柏的这种金翼刚美的感觉 但是它的花色又有桃花梨花 这么美的这个色彩的缤纷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觉柔枝的山茶呢 其实它的枝干也蛮有韧度的 所以如果我们要插在一个 这样很适宜的花瓶里面呢 还是要很用心的 去把它适当的把它放进去 好 然后我现在把它稍微的摆一下 虽然我让它有高有低 好 那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呢 最好是能够插单数 就是我们就不要用到四朵花 比如说我现在摆了四朵的这样的一个花朵 那我在插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把它调整一下下 看看它的花枝的花色跟感觉 那有时候如果我们觉得 四朵不是太适宜的时候 我们可以捡一个好像有花苞的 好像四朵半或者是三朵半 这样的一个运用 比如说我接下来 剪一个这样的一个山茶来做鸡盘 然后它有小花苞 那这样小花苞 就可以跟它凑在一起 然后如果今天这个山茶 我们来试试看 等一下我们在看整个花做好之后 那适合减少哪一个枝 我再让它短一点点 我们把它收鸡盘下断的这个部分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适合哪一枝减少 好 我们来欣赏一下下看看哪一枝的感觉 可以减少一枝 不过有一枝是隐隐约约在后面的 好 我们让它往后段拉 因为那这样子我就把这一枝给剪下来了 我们让它还是保持在山朵 因为在我们的习惯里面 我们插花呢 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比较用阳树 那何卫阳树呢 也就是13579我们称为阳树 然后24680我们称为阴树 然后起始插花呢 我们用阳树 阴树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用两朵也可以 但是一般来讲 试朵呢我们就比较介意 比较不用 因为有些人对试这个数字呢 就会觉得有一点忌讳 那否则的话 其实 阴树呢它代表一种稳定 一种稳定的感觉 阳树代表一种动感 然后比较积极光明 然后也比较有变化 然后阴树呢就是24680 它代表的是一种稳定的感觉 然后我在这个后段的这个地方呢 它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隙 所以呢 我再用一点点的三叉花 给它做它的后段 好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今天的这个 用这个瓶来插做的这个 梅花的这个感觉 好 我把它移一下下 好 那我们应用这个 就是以60到90度的这个角度 平出的角度 然后插出梅的这种 疏隐痕斜 然后也借这个因缘 我们来观察一个梅的生态 就是这个梅之呢 它本身是 疏瘦古怪 我们说呢 我们在插木本的时候要 疏就是不要多 瘦就是花不要太大多 古就是枝干要古老 那怪就是要特异 然后呢 我们刚刚也介绍到梅花的世柜 那我们知道呢 梅花呢 是中华民国的国花 那我们说梅开五半象征的五福灵盟 所以梅花在中国古典的意象里面呢 它不只是具有非常多的文人的一个色彩 然后梅花呢在民间也广受喜欢 因为我们知道的梅花呢多节制 所以对于红梅节制绿竹生生 也是国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民间的一个传统 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因为我有一对这样子相同的一个花瓶 然后我们在中国的某些朝代 它会有所谓的一四一花 也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的花呢 不要太复杂 那我们就可以选用就是说 在这个空间里面用同样的感觉的花气擦 那这样两个相同的花气呢 可以分放在两个空间 也可以放在同一个大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继续用这个花气 然后呢擦不同的方式 那我们知道呢 梅花其实它也是非常的坚强的 刚硬的 所以我们是用有一点点直立的这个花形 让它昂扬向上的感觉 然后来插座 但是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到 因为这个瓶口它很小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枝呢 这样子把它折下来 折下来 所以我要把它这样子剪一下下 剪一下下 然后我把它折一下枝 然后梅的枝干呢 我们会发觉说 这个梅花的它这个枝干真的是非常的美 因为它有那种斑纹的一个变色的感觉 好我把它稍微的折一下下 我们让它有一点点的弯曲的曲度 好 然后呢 我们这样子让它可以立起来 立起来 好 那我们刚刚的那个呢 我们是以平出的角度来插 那这个梅枝呢 我们用直立的角度来插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它可以是单一的运用 也可以是合而为一的 好 那我们形容一个人呢 就是铁汉柔情 或者我们形容 说一个人写书画 写的是铁画银钩 这个其实都是从梅花的这个枝干出来的 我们说那个梅花的枝干呢 它就像我们在写书画一样 就是铁画银钩 所以它的枝干的那种力道的美呢 都是智古人 很多文人在书写画画的时候 对它特别记情的地方 另外我们形容一个人说铁汉柔情 那梅花的枝干呢 是非常的刚硬有力的 但是它的花朵是非常的柔软的 那非常温柔的 所以我们这一枝这个花枝呢 就是让它以直立的花形来插桌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在它的下段呢 也是一样我们加一个松枝 我们加一枝的这个松枝 好 这个松枝呢 因为我们这个松枝盖 我们剪的都很短的花材 因为这个都是花园里面盆景的松 所以我把它剪一小枝短短的 好 然后我们来跟这个梅之间做一个搭配 好 让它修饰一下梅花的下段 然后就能够显现出一种 昌脆的一种梅感 好 那各位阿阿菩萨现在可以欣赏一下下 刚刚是以输引横斜的这个角度来插桌 然后现在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直立的花形 来插桌的一个梅花的感觉 那这件作品呢 我是要用白色的这个山茶 来做我的这个煮花 那来搭配这个白色的梅花 好 那同样的 我再给它上一点一点的铁丝 那这个因为 我们刚刚有说到 因为这个花器的瓶口它特别的小 好 所以在插桌的时候呢 就需要比较多的一个技巧 如果瓶口它很宽广的话呢 可以很顺手的就给它放下去 可是这个瓶口它 几乎不到十块钱的这个钱币的这个大小 大概只有五块钱钱币的这个大小而已 所以它就必须要经过特别的用心去把它插桌 好 那我用一个白色的山茶来做它的煮花 好 那同样的我把它折一下下 这样子我能够很顺利的可以放的进去 然后这种瓶口网内收的这种练口的花瓶 它插起来特别的有一种内敛的一种美 像内收的一种美 然后开放的一种花瓶呢 我们称为吃口 就是口是大的 它就会带有一种大方的大气的一种美 所以每一种花瓶呢 它呈现出来的美感跟质感也是不一样的 好 然后我用了一个白色的山茶 来做它的煮花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用这个白梅花 跟白山茶之间的一个互动跟感觉 好 然后 因为我的山茶的后段呢 我再加一点点的这个松针 来修补它的后段 好 来做它这个后段的这个感觉 好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松针呢 稍微的调整向下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有些花材呢 它插出来的感觉 低于气口的感觉 也是特别的具有美感的 好 那 我们来欣赏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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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品花 好 那我们把这些多余的这个汁呢 再把它修一下 好 所以我们提到梅花呢 我们说 具有一种 我们所谓的 着雪精神 那 古人也说呢 长居绝白 那能够逍遥自在 那我们知道呢 就是 梅花呢 我们说梅花花开 也代表了中国艺经里面 最重要的 圆亨力争 就是 梅花呢 它的开放 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格局 然后我们看到 梅花从开花开始 然后散播的生命的一个芬芳 最后能够结成各种梅子 都能够把生命做最大的一个展放 就是 我们刚刚提到呢 梅不只是 带给我们非常多精神上的一个 的一种表现 另外呢 它在民间 因为为广受喜欢 因为 梅花的多子多孙 带给民间传承 很正面的一个行义 那因为梅花的梅子呢 又是高经济价值的作物 所以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在《易经》里面 我们以它来象征 钱挂的圆亨力争 所以难怪 中国所有的文人 或者民间 每个人对梅 都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喜欢 那我们在赏梅的同时 也是学习 像梅花一样 有一个着雪的一个精神 然后让自己的生命 做最大的一个绽放 从花朵开始 然后把自己的生命呢 能够完全的布施 完全的奉献 把生命做最大的一个奉献 那愿此香滑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荣天 普勋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各位慈悲的生命菩萨 你只要打开生命电视台 你就是生命菩萨 我们就一起在关心了世界 关心了所有生命 那些被杀死的动物 那些被超度的这些痛苦的众生 生命电视台一打开 就把这个力量一直在关心了他们 我们的家庭也得到了净化 所以各位一定要随时打开生命电视台 来收看生命电视台 按照生命电视台佛陀的正法来修行 那么更要护持生命电视大道场 让它法轮常转补助众生 阿弥陀佛 打开生命电视 慈悲众生和谐家庭 欢迎收看并护持生命电视 让此音转动化解烦恼人心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 举办三十信念点灯购水 护生祭慈悲施时法会 恭请赞得法师领众 日期3月31号星期日上午8点半 地点台北生命道场 地址 台北市民生西路300号二楼 联络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访问备备有免费消灾 超键排位 供大众提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